大家好 我是方斌 方斌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一个在武汉疫情封城期间 戳破中共谎言的公民记者 终于在被中共关押三年后出狱了 然而 他却有家不能回 被中共逼着流落街头 4月30号是方斌出狱的日子 官方已经提前通知他在武汉的亲属 做好看管方斌的准备 但是 当方斌迎着清冷的晨光 走出监狱大门 等候他的 却只有武汉当地的警察 他们临时改变主意 将方斌强行带往北京 在中共警察眼里 他是个麻烦 但在追求自由公正的人言中 他是黑暗里的一点心火 当天晚些时候 方斌在北京见到了儿子 父子俩吃了一顿团圆饭 儿子又为他买了几套衣服 武汉警察打算让方斌住在儿子家 但北京的警察也不想要这个麻烦 随即方斌再次被强行驱离 他算返回武汉的高速列车 方斌年于六旬 原籍武汉 毕业于武汉交通科技大学 妻子冯运清 与他是校友 夫妻二人在北京有自己的家 2010年前后 方斌被迫离开北京 几经辗转后 住在武汉的姐姐家里 并在当地开了一间汉服店 今年5月1号早晨 方斌搭乘的列车抵达武汉 随后见到等候的亲属 一位匿名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警察不准方斌接受媒体采访 不准发影片 而汉服店里的物品 也早已不知所踪 据大纪元获悉 方斌的亲属 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 不敢收留他 从方斌回到武汉当晚 便在街头流浪 他身无分文 中共警察不准他与外界接触 周围随时有司法人员 贴身跟踪监控 知情者说 武汉的司法系统官员 连夜开会 商量怎么赶走方斌 不让他留在当地 据透露 方斌在监狱里掉了一颗牙齿 具体怎么掉的不清楚 也许方斌不是没有料到 出狱及流浪 但他清楚地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在方斌看来 中共政权是罪恶之源 疫情的残酷 比不上暴政的残酷 病毒的残酷 远远比不上暴政的残酷 病毒的根源是暴政 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 只有彻底惨剧暴政 才能彻底惨剧病毒 大家要清楚的一点 虽然方斌被中共刑满释放 但包括他的家人在内 外界从未见过那份判决书 直到近期 网上流出武汉市中级法院 2022年8月下发的 驳回方斌上诉的刑事裁定书 外界才知道 方斌因壳被消失了三年整 这份裁定书称 方斌在2020年2月4日至8日期间 在武汉的家中发布武汉疫情信息 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几乎在同一时间 网络上流传着一份 中央政法委发布的 有关方斌案件的指导性文件 抬头是中央政法委专报 签罚时间是2022年4月7日 承报对象是前中央政法委书记 郭申坤 文件只是武汉地方司法部门 方斌的行为 更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但考虑其接受美联社等境外媒体采访 为防止在人权问题上 被敌对势力攻击 因此要按照政治问题 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 裁定方斌为寻衅滋事罪 拟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武汉的一名匿名人士 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武汉司法系统官员 不愿承担外界对他们隐瞒判决书的指责 因此抛出中央政法委的文件 证明武汉司法机关 无权处理该案 2020年2月1日 在武汉因中共病毒大爆发而封城期间 方斌独自到武汉第五医院 拍摄殡葬单位收尸的影片发到网上 而后该影片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 方斌戳破了中共掩盖疫情的黑幕 当天晚上中共警察冲进方斌家 构陷他被境外反华势力收买 警方的判断逻辑是 如果你没有被收买 就不会去拍影片 方斌告诉他们 我是个好人就是要做这个好事 里区的警察不再让他说话 几个人合力把他拖出家门塞进警车 那时除了方斌 传播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 还有张展和陈秋实 但方斌是第一个站出来的武汉居民 他也是唯一一个在封城期间 公开批评中共暴政是疫情失控祸根的人 方斌被拘捕几个小时后 武汉警方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不得已又放了他 方斌在影片中感谢关注他的人 因为有你们的关注和传播消息 我方斌才有安全 他认为自己发布疫情真相 是为民为国做好事 而警察告诉他 在中国只能有一种声音 人一旦清醒就不愿再糊涂 方斌在2月7号的影片中痛斥中共 依仗手中的权力 傲慢 贪婪 横行于世 崔少人李文亮医生在当天凌晨去世 消息传来 方斌满眼悲愤 他说 今天的武汉肺炎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愚蠢的政策造成疫情扩散 失控 共产党必须承担后果 疫情的残酷远比不上暴政的残酷 病毒的根源是暴政 他号召全民反抗 还政于民 2020年2月10日 中共警察再次把方斌从武汉的家中劫走 而后三年杳无阴性 在他被劫持半个月后 也就是2月24日 中共军方科学家申报新冠病毒 COVID-19的疫苗专利 从中国早期开发疫苗的情况看 有人担心 中共早在公开承认之前就知道了该病毒 此外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曾表示 在2019年10月中旬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专门团队得知 这座城市已经受到了被认为是异常恶性的病毒的袭击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中共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前 就已经知道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病毒 如果没有李文亮 方斌这样的吹哨人的预警 可能会有更多人死于疫情 今年4月23日 方斌出狱前夕 世界上第一个吹哨人纪念碑 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落成揭幕 在15号洲际公路旁 摔草伏地的荒漠里 三米多高的纪念碑顶端是一个巨大的哨子 雕塑者期盼它能燃起改变中国那块土地的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